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加州三十年以内 发生八截以上地震 强增的几率是7% 7%到7.3% 加州发生的28% 如何准备和使用好地震解救包 那么这个是厂备我 一般家里面 办公室里面 甚至机关 学校 公司 它给你有个安全箱 那么你本能的话呢 你当然也要准备一些 就基本的是 一个是硬水 还有压缩病胆 经常要换一换 更新一下 然后我们主张 你至少要准备三天的干粮 还有就是药品类 药品类的话呢 就包括沙漠 酒精这些的话 就是零是自小用的 大家知道电门怎么关 你家里电总扎 但是水管在哪 煤气管在哪地方 你就找不到了 所以要留意 而且要有工具 你水的话总开关 你一般小班时候还关不住的 要专门工具 因为地震造成的煤气管的流血 跟水管的那个漏水的话 是经常性的事情 所以这个刺身灾害的话 我们要有对付办法 还有一些备用品 比如收音机啊 有个口哨啊 你应用的话 就发出一些声音啊 你可以呢 传递一些信息啊 这个的话还是关于我 这个的话还是关于我 有点赞 有点赞